哪些事情男朋友很想让女朋友知道 但是又不好意思讲 为什么没有办法启齿呢 下面六点你一定要记住了 特别是第五点和第六点 女孩子一定要记清楚 第一点就是不要动不动提分手 在你没有恋爱之前 就是在暗昧期的时间 你这个我他他我喜欢我 这种小路这种乱跳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就是很多人说暗昧期间最美丽嘛 对吧就黄昏特别美 但是问题是你们俩已经确定关系了 你再这种就搞这个天崩地裂的提分手 那真的是对他造成的负面压力极大 你你你南班来次就算了 你天天来对吧 一哭二闹三少年要去收到点 大家都有工作的 大家都有生活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提分手 第二没有任何是理所应通的 他对你的好 他给你买东西 他陪你吃 他照顾你 他有时间 他陪你看你看东西 都是因为他爱你 但是你要记住 一旦你做 一旦你不懂 一旦你没有付出相同价值 他会收回的 你就是好看 那请问你有老的一天吗 那他就收回了 你就是有学识 那你不理解他 你不陪他 你去就什么 天天老说师哥吗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他能够这么来 给你做所有事情 都不是理所应当的 后面都是有个理由 就是因为他喜欢你 但是你不能照着他喜欢你 就是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要互相理解 第三就是不要秀恩爱 最low的一种方式 就是天天秀恩爱 自己没有自己生活的 对吧 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交际圈的 我看朋友圈最low的 就是我以前就有个学生 对吧 520 对吧 5千 200块钱 男朋友打给他了 八 一个朋友圈 六一节 610块钱 你搞得你像麦 知道吗 这用得着吗 没着必要 真的爱不用秀 都在心里 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爱好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这很重要 第五就是不要去比较 你一旦比较 你就产生了暴力沟通 对吧 非暴力工 这本书讲 很清楚的里面 我张姐专门讲比较 不要拿他和别的男人比 老公更不要比 比老公等着离婚吧 懂得吗 不用去比较 自己自己知道 如果真的想别人的好处 你可以换着话 一说 其实这样也许会更好 不要说 你知道吧 别的男人都这样 你知道别的男朋友 都这么陪他 你让这男的极度不爽 最后一点 就是如果你不爱了 请你放手 如果真的不爱了 请你早点告诉这个男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追求 这个幸福的愿望 如果真的不爱他 这个男的如果真的爱你 他就应该放你走 就像我们之前 我看过一个联剧 就是刘化吧 不是联剧 刘化就讲谢娜 当时在一起 谢娜有更好的工作了 更好的前途了 刘化说 当一个女的有更好的前途 当一个更好的事业 去崩破的时候 作为男人 你放在这里 这就是看出一个人的胸襟 一个人的眼光 一个作为男人的一个担当 你去追求 没关系 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告诉我你是不爱了 你不想爱了 那告诉我就是什么 没有人想当背台的 背台很多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时间 这就是六点 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赞评论关注 然后有什么问题 希望给我留信 你有什么 不能告诉你男朋友的 也可以 好吧 拜拜 如果是些 是怀里残酷的预长 打得忠诚 我会轻手携赏